星期二,泰国反政府抗议者占领了曼谷的主要政府机构办公大楼 较早前,泰国政府担心发生骚乱,因此扩大了紧急安全法的实施范围 抗议者在泰国反对派的领导之下,星期一冲入了财政部、外交部和其他政府机构试图推翻政府 泰国政府采取应对措施在首都所有城区和周边部分地区实施国内安全法 按照这项法律,警察可以封锁道路,实行宵禁,以及进行搜查 目击者说,星期二首都的警察人数增加,但未有发生暴力迹象 到目前为止,警方未有试图驱散抗议人群 自2010年以来,这是规模最大的街头抗议 在2010年的反对派抗议中,均方的镇压导致90多人死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